大白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又叫白菜、黄芽白等 富含维生素C、钙、铁等营养素 有清热解毒、沥尿消肿、防治坏血病等功效 大白菜的种植技术也不复杂 只要掌握好播种、施肥、防病虫等要点 就能收获优质的大白菜 其中,胶水是大白菜生长发育的重要环节 胶水不当会影响大白菜的品质和产量 甚至导致病害的发生 那么,大白菜如何浇水呢?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个浇水的注意事项 做好这几点绝对没问题 一、浇水要适时 大白菜的生长期分为苗期、莲座期、结球期和成熟期 不同的生长期对水分的需求不同 苗期要保持土壤湿润 促进幼苗生长和定苗 一般每隔三至五天浇一次水 莲座期要保持土壤湿度适中 避免汗烙交替 一般每隔七至十天浇一次水 结球期要增加浇水次数和量 保证充足的水分供应 一般每隔五至七天浇一次水 成熟期要适当减少浇水量 防止过多的水分导致球芯裂开或腐烂 一般每隔十至十五天浇一次水 二、浇水要适量 大白菜的蓄水量较大 但也不能过量浇水 否则会造成土壤过湿 缺氧、盐字化等问题 浇水量要根据土壤类型、气候条件、植株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 一般以浇透为仪 即使土壤表层、干厚下层仍有湿润感 测定土壤湿度的方法有多种 如用手捏土壤、用铁钉插入土壤、用湿度计检测土壤等 三、浇水要适温 大白菜喜欢温和的环境 对水温也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浇水温度过高或过低 都会对大白菜的根系造成伤害 影响其吸收水分和养分 一般来说 春秋两季可以直接用自来水或井水浇灌 夏季可以用冷却后的自来水或井水浇灌 冬季可以用预热后的自来水或井水浇灌 测定水温的方法有多种 如用温度计测量水温 用手感觉水温 用眼观察水泡等 四、浇水要适宜 大白菜的根系较弱 不耐积水和汗合 因此要选择合适的浇水方式和时间 浇水方式有多种 如勾罐、滴罐、喷罐等 要根据土壤情况和设施条件 选择最合适的方式 勾罐是最常用的方式 但要注意防止水流冲刷根系和土壤 滴罐是最节水的方式 但要注意防止低头堵塞和水分不均匀 喷罐是最方便的方式 但要注意防止水珠滞留在叶片上引起病害 浇水时间要根据气温和湿度选择最佳的时段 一般来说 早晨或傍晚是最好的浇水时间 此时气温较低 水分蒸发较少 也有利于植株吸收水分 中午或晚上不宜浇水 此时气温较高或较低 水分蒸发较多或较少 容易造成植株生理紊乱或病害发生 以上就是大白菜浇水的几个注意事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白菜浇水虽然看似简单 但也有很多讲究 只有做好这几点 才能保证大白菜的健康生长和优质产量 当然除了浇水外 还要注意其他的种植管理措施 如施肥 除草 防病虫等 才能培育出优质的大白菜 不加人人可用的AI创作工具